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單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根據日經亞洲評論的報導所說 美國和日本是打算共同推動一個 所謂的印太版一帶一路計劃 為印太地區發展出高品質的基礎建設 一聽名字就知道他們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第二單消息 白樓總統衛庶人 在接受法新社訪問的時候 就揭露了大陸官員 向白樓方面施壓迫使他們和台灣斷交的手段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 所謂印太版一帶一路計劃 究竟是搞哪一科 日本首相菅義偉 就會在4月16日 去到白宮和拜登回伍 根據日經亞洲所說 美日雙方都希望 在這次回伍當中 達成一項協議 就是要擴大在外國的基礎建設合作計劃 包括在印太地區 推動高速5G無線網絡發展 鋪設海底電纜 以及推廣使用結淨能源 大家聽到這些內容 其實跟蓬佩奧所推行的 淨網計劃 是有高度的重疊的 有5G 然後有海底電纜 給人一種感覺 根本就是換湯不換藥 拜登一上任的時候 就非常著意地推翻特朗普總統時期 所推行的一些政策 其中就包括了蓬佩奧主導的淨網計劃 現在搞什麼印太一帶一路的時候 原來就在這個計劃當中 借私還雲 又是搞淨網計劃的那些東西 我想請問你拜登當初取消這件事 其實是為什麼呢 是不是純粹就是要告訴別人 你有所謂的管治新風格 你的施政作風和理念 跟特朗普不同 但是你隔了不夠兩個月 現在又是用這些招數 那當初為什麼你要反對呢 那你不如不要做吧 不如讓特朗普去做吧 當然在這個所謂印太一帶一路當中 就不是說沒有一些拜登的新意在這裏 都有 就是推廣結淨能源的發展 他這裏特別是提到輕能的 當然啦 因為拜登和民主黨 經常都說要關注到氣候變化的問題 又說要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那麼結淨能源就一定是合適他們的河車 但是來講 這些所謂結淨能源 相比起結淨網絡來講 哪一樣東西的重要性是比較大呢 就真的不用問阿貴也知道 所以 他搞這些什麼結淨能源 無非就是要擦一下存在感 告訴別人這個印太一帶一路 就是有包含了拜登元素在裏面 但是坦白說 拜登一直以來都很想擺脫特朗普的影子 但是始終你都擺脫不來 你都是抄功課而已 好了我們又看看到底這個所謂印太一帶一路 有些什麼具體的細節 美國和日本 將會制定一個 給各大組織和企業都進行得到的明確架構 有兩大目的 第一就是要贏得在印太地區各國的信任 第二就是要跟大陸爭奪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 好了搞得這些什麼印太一帶一路 肯定就是要花不少錢 到底能夠為美國和日本換回來什麼 美國和日本 將會在參與的國家裏面提出一些指導的原則 涵蓋的範圍就包括了 投資的先決條件 執行計劃的制度 培養當地人才的建議事項等等 而且兩國都會制定採購標準和維修規範 以使用技術外流的風險降到最低 所以印太的一帶一路參與國 其實也有些規範需要遵守 錢就肯定不會白洗 因為到最後 其實都是益回美國和日本的企業 因為這些參與國是需要 採用這兩個國家所制定的標準 問題就是我都認為這件事很合理 這個世界肯定就是沒有免費午餐的 人家真金白銀地抬銀紙出來 幫你建基礎建設 他沒有問你拿錢 當時是這兩個國家出資幫你建 所以你遵守它的規範 這件事是很合理的 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接受不了 就不要參與了 但是印太一帶一路 起碼沒有叫你去借錢 又沒有挖個毯子出來 讓你去踩 事前也說明 你將要遵守什麼標準 什麼規範 這些全部都是白紙黑字 全部都寫出來 是很公開透明的 所以到時候這些國家 自然會懂得選擇 亞洲開發銀行估計 在16年至30年期間 亞洲的發展中國家 需要投資26萬億美元 在基礎建設上 所以 為何中國的一帶一路 能夠發展得那麼快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中國能夠為不少的國家 提供一個 成本相對低廉的選項 來建基建 現在美國和日本 差一隻腳 說要搞印太一帶一路 雖然現在只不過是 流於媒體的風聲 但是 在太平洋地區 已經率先打響了頭炮 這就是白樓的海底光纖電纜 在較早前 美國 日本 和澳洲 已經承諾了 會為白樓鋪設海底光纖電纜 提供資金 所以一定會勢在必行 有其他國家幫你出賣錢 當然是喜 另一個焦點 到底台灣會不會被納入印太一帶一路的範圍 因為這個計劃其實的重心就是關於網絡 而台灣在半導體的建設方面 已經是領先全球 會不會以非官方的名義 包括台灣在內 現在還是未知之數 但是我就相信 印太一帶一路肯定就是會推行 一來拜登他自身都是很有雄心壯志的 要在美國國內 推動一個總值 兩萬億美元的基建大計 反正也是興建 到底會不會在外國也興建呢 其實說到最後 只要美國是肯真金白銀 拿錢出來搞 就一定能夠吸引得到 不少的發展中國家 做非來猛咒去參與 除非美國自己沽什麼寒下 就不肯出錢 先都不先 當然啦 去到最後 就當然會流於吹水泡沫化 第二就是因為中國搞一帶一路計劃 都已經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美國我相信他在這個時刻就肯定會追落後 他就不會眼白白地看著那麼多的國家 變成了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之內 所以我認為美國和日本搞這個所謂印太一帶一路的機會都相當大 好了接著我們就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白樓總統衛庶人 在早前接受所發申的專訪 他在這個專訪當中 揭發 大陸怎樣向白樓方面施壓 想迫使他們和台灣斷交 衛庶人總統就說 白樓是不會讓任何人來決定自己的未來的 尤其是就是中國 就算到了最後 只剩下白樓和台灣站在一起 白樓也是不會改變立場的 因為 一開始的時候 台灣也是用這樣的態度來支持白樓 這就是用了他的 演繹方法來交代了什麼叫做飲水思源 大陸最喜歡提這件事 衛庶人總統還說 大陸就不斷地向白樓方面施壓 他揭露原來 他和大陸方面開電話會議的時候 大陸的官員第一句就劈頭說他 你現在所做的事是違法的 因為你承認台灣就是違法的 你必須要停止 衛庶人總統就說 這些就是中國對他所說話的語氣 他們就不應該告訴別人能不能跟誰做朋友 而且他還爆料 說在去年參與大選的前夕 經常都會收到中國官員的來電 大陸的電話就響了16次 在選舉之後 就沒有再接到過這些電話 他還指出 中國在2017年忽然之間禁止了 旅行團去白樓出遊 他認為中國這個舉措 只會是適得其反 使得白樓全國的人民 更加清楚意識到 中國所使用的手段 從他這篇訪問當中 就有幾樣東西可以反映出來 第一 就是大陸那種戰狼外交 原來是無處不在的 即使是跟人家的總統電話會議都好 你那種的氣焰完全是收不到的 屁頭第一句就說人家承認台灣是違法 人家怎樣跟你談下去才行 還有什麼空間跟你進行討論 所以衛庶人在這篇專訪當中 其實都流露出一種情緒 就是不滿意中國的霸道 人家假假的也是一國之君 也是一個民選總統 你那群戰狼外交官 究竟以一個什麼身份和語氣跟別人說話 每次都好像捉住人家的臂去訓斥 人家怎會肯聽下去 怎會跟你肯談下去 第二件事就是 白樓來說 他根本上 經濟很依賴美國的驚援 真金白銀給他錢 當然白樓自己也有些出產 比如說漁業 以及一些很基礎的農業 種椰子、種香蕉 而近年白樓最賺錢的就是發展旅遊業 偏偏大陸在2017年的時候 禁止了旅行團出訪 白樓 變得中國和白樓之間 根本上沒有什麼貿易 跟你都沒有任何利益交集的時候 他本身都已經不太聽大陸說了 大陸還要惡史能登地走去指天篤地 人家就更加不想理你 第三就是 白樓其實跟美國的歷史淵源都很深厚 在二戰之後 其實白樓長時間被美國托管 到了1994年才是正式獨立 而白樓在過去 也多次曾經公開要求 美國要在當地 建設一些軍事基地 可以使得白樓 不需要 單靠旅遊業維持收入 所以白樓過去一直都很親美 根本上是在美國的勢力範圍 大家都看到白樓總統到訪台灣的時候 連美國駐白樓大使都陪同一起訪問 已經知道了 故此 衛庶人為什麼會這麼堅決 就算到最後剩下白樓和台灣一起 也不會改變立場 不是沒有原因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